截止到今天全美确诊的人数已经飙升到了36万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万人 就是曾经那个告诉人们不需要戴口罩的美国CDC 还有一众政客以及那个总统 已经开始教大家如何用围巾、T恤、破布去自制口罩了 我在上一期的视频中谈到了纽约的那一艘安慰号医疗船 也许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防疫漏洞 结果到第二天就真的出事了 平均每4.7分钟就得死一个人 这一定是体质的问题 大家好 欢迎来到言论 如果您是第一次收看我的视频 觉得我的视频做的还凑合的话 麻烦您帮我们点个赞 留个言顺便推荐给您的小伙伴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您是老观众的话 麻烦您自己检查 自己没被言论自由 如果被无辜的去关 那么真的非常的抱歉 麻烦您再次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小弟弟我最近学习了一个新的词 叫做定体问 如果不是百度的辅助 我还真想不到这个词的全称 叫做这一定是体质的问题 定体问 我其实特别喜欢这种思想 简直就是我这种懒人的福音 想想我就觉得非常的轻松舒适 因为一点都不需要费脑子 简单易操作 就像是中世纪的教会 那个时候他们解答任何问题 都可以用一句话来完美的回答 那就是这是上帝的旨意 为什么我的妻子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呢 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 为什么我的孩子刚满月就夭折了呢 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 为什么我的脚上会长鸡眼呢 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 那么为什么我脚上的鸡眼又好了呢 这应该是上帝昨天晚上去你家 帮你把鸡眼给割了 感谢上帝没想到您还有这个手艺 所以对于我来说 很多时候这个定体问 让我总觉得 这其实是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东西 哎呀一说到这个宗教 再结合现在这个大的背景 我马上就想到 在中世纪的许多手稿当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以这个猫玩弄这个垂死的老鼠 作为恶魔蹂躏人的一个象征 在黑死病肆虐的那个时代 人们认为猫就是瘟疫的传播者 如果您家窗外正巧出现了一只猫 正在窥伺着您 那么就证明啊 瘟神即将降临这个家庭 而赶走瘟神最好的办法 就是立刻杀死那只猫 那您想啊 这个猫的身手是多么的敏捷 万一它来您家溜达了一圈 您还抓不到它 那那那怎么办 所以聪明的人类 索性将附近能找到的猫一次性全部杀掉 于是人们开始对猫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公开焚烧 以至于到了中世纪后期还有近代早期 猫这种小东西 就变成了人类避之唯恐不及的邪灵 现在有些产史观 动不动就撸猫啊 吸猫啊 这样的举动 在中世纪欧洲人看来 那就是你跟恶魔有一腿的铁针 如果条件允许啊 也许连你就一起烧了 但尴尬的是 这个病毒才不管你什么样的宗教 什么样的信仰 大肆杀猫之后的恶果 很快也就显现了出来 那就是老鼠的泛滥成灾 这个真正传播疾病的罪魁祸首 反而没有了天敌 于是老鼠就把黑死病 传染给了更多的人 杀死了更多的人类 今天中午天空还是明亮的 下午突然暗了下来 还下了一点雨 今天已经是邻居老公得病 去世之后的第三天了 帮他治疗的那个牧师也晕倒了 今晚在我们村的教堂走了 也是妈妈的儿子 只有28岁 再也回不去的逆行者 真的是为我们村拼过命的 听我朋友说 他妈妈邻居的儿子也走了 我还听说孩子的舅舅的大表哥的二大爷 昨天也走了 我还听说他二大爷的大姨妈前天也走了 所以我现在再也不敢跟我的朋友联系了 因为身边的人已经快不够死了 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人的头上 就是一座山 我去问神父为什么会这样 神父说这是体制的 不对 这是上帝的旨意 以上内容均摘抄自一本古书 叫做《圆圆日记》 作者申平因为这个年代已经太过久远 无从考证了 但是我猜 他曾经应该是一名作家 截止到今天全美确诊的人数已经飙升到了36万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万人 而且这还是在几百万想要做病毒检测 并且已经出现了一些症状的美国人 得不到检测的情况之下的数据 现在很多美国人觉得恐惧 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感染 会不会把病毒传染给自己的家人朋友 这种恐惧蔓延的感觉是真真切切的 最明显的证据 就是曾经那个告诉人们不需要戴口罩的美国CDC 还有一众政客以及那个总统 已经开始教大家如何用围巾 T恤 破布去自制口罩了 美国CDC还专门出了一部教学视频 教大家如何用破布做口罩 之前大家每天需要上班 人挤人的不需要戴口罩 现在反而又需要了 我想了许久都没有参透这其中的奥秘 所以我猜这要么是体制的问题 要么就是上帝的旨意 您说多有意思 现在出门看到老外 脸上基本上至少都挂着一块破布 从围巾T恤到卫生巾以及衣服上裁剪下来的破布 什么东西都有 从之前打死不戴口罩 到现在万物皆是口罩 仿佛短短的一周时间 美国就换了一个人间 今天我看到了一条让人觉得非常难过的新闻 一名奋战在一线的美国密西根州的护士 独自一人死在了家中的沙发上 死因就是新冠肺炎 这名护士在出现症状之后 两次申请病毒检测 但是都被驳回了 直到3月30日才被检测 并且拿到了结果 但也就是在前两天 川普拉了一众页炎油行业的大佬 去白宫开会 在开会期间 川普一排大腿说 你们想不想做一下病毒检测 谁想检测就跟我说人人有份 然后第二天 这些人就都被检测了 而且我向您保证 这些人拿到检测报告的速度 一定比一般人要快得多得多得多 我猜这事情 发生在伟大光荣正确的美国 那一定不会是体制的问题 但是这个锅 你去让上帝被貌似也不合适 所以我觉得这一定是因为川普的质疑 就在前两天 我相信所有生活在纽约的小伙伴们的手机上 都出现了两条通知 第一条大体上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你的职业跟医疗护理沾点边的 都可以选择上前线去就此服伤 同时纽约州政府也开始大量的招募志愿者 这第二条信息就是国民警卫队还有美军已经进驻纽约市 为的就是维持治安和避免暴乱 大家要准备至少两个礼拜的食品 老老实实的躲在家里哪都不要去 期间大部分的超市都会关闭 前天有很多的华人超市就已经关门了 很多超市的货架已经空空如也 因为既没有收银员来上班 也没有物流来补货 所以前天纽约所有的超市都在排队 不再是口罩消毒液防护服还有卫生纸这些东西 而是连最基本的食品供应都出现了问题 我在上一期的视频中谈到了纽约的那一艘安慰号医疗船 也许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防疫漏洞 结果到第二天就真的出事了 有几个新冠患者一不小心被送到船上睡了一晚 到第二天才发现呦 人送错了 一条当时只收治了20个病人的医院船 犯这样的错误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所以就像我当时视频里说的 你说这艘船只收非新冠病人 这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现实中你是绝对做不到的 至少以目前的科技手段你是一定做不到的 这才收治了几个病人 这要真的到了高峰期 大量的病人涌入 那么你要想避免感染者上船 这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啊 所以我猜可能美国政府也想通了这个道理 然后他们就自暴自弃 将错就错了 唉 真的不是我要黑美国政府啊 您各位想这么一个道理 它一开始不收治新冠患者 就是因为这条船它不适合收治传染病患者对吧 那么现在它突然又收治了 您告诉我这算什么 我相信通过以上这些内容 即便您不生活在纽约 也大概能够体会到纽约现在的情况有多么的糟糕 就在前天一天的时间里 在纽约市 不是纽约州 您各位听清楚啊 是纽约市 就有305人因为新冠肺炎而不幸的去世 平均每4.7分钟就得死一个人 而在这座800多万人口的城市里 已经有超过1500名警察确诊 近6500名警察请病假 现在就相当于纽约有六分之一的警察处于缺勤的状态 而医院中已经收治了12000多名 因为感染新冠肺炎而需要救治的病人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急速的增加 您各位生病了要怎么办 需要去医院要急诊 您是不是就得叫救护车 但是现在纽约有四分之一 隶属于纽约消防署的急救人员也生病了 就是那些把您从家里抬到门口抬上车 然后到地方了呢 再把您抬进医院的那帮人 有四分之一已经缺勤了 而且这已经是前两天的数据了 到今天我估计这个数字只会变得更糟 现在纽约州的州长也一天到晚是着急上火 因为他知道在这一周之内 纽约州境内所有的呼吸机都会被占用 每一台呼吸机旁边都连接着一个垂死挣扎的病人 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能不能把全国大部分的资源先集中到纽约 因为纽约现在是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等纽约的疫情高峰过去之后 再把物资送去下一个州 作为一个体制到处都有问题的中国人 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合理的呀 而且我觉得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因为全世界没有哪一座城市能够扛得住这种规模的疫情爆发 而不崩溃的 所以作为一个大国 我觉得唯一的选择就是举全国之力去救一个省 举全国之力去救一个州 但尴尬的是到目前为止 联邦政府没有丝毫的反应 而大部分的州长也兴趣评评 因为没有哪一个州长敢把自己的物资送去其他的州 如果他的州爆发疫情有人死 他就得担责任 所以他不敢 然后充满魔幻现实主义的一幕就出现了 纽约州的州长不得不用个人的名誉去做担保 他说只要哪个州现在对我施以援手 等我缓过劲来 我一定加倍偿还 这是一种什么概念 就像是湖北省的省长跟全国喊话 现在谁能给我一些帮助 借我一些物资 或者一些医务人员 等我处理完疫情之后 我以我个人名誉担保 我一定加倍偿还你 然后中央政府就坐在旁边嗑瓜子 看着最先遭灾的城市一座一座的沦陷 成千上万的人因为政府的无能而丧命 川普现在的策略就是拿出他的看家本领 漫天要价坐地还钱 把可能的死亡人数说的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等到疫情结束的时候 只要没有达到这个人数 那么这就是他的功劳 这就是川普还有美国许多州长 包括纽约州州长正在做的事情 都是在试图把责任甩给其他人 州长甩给总统 总统甩给中国 多么完美的一条甩锅链条 但是这一次 我担心川普喊的价可能有点低了 但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即便川普这一次的买卖座砸了也无所谓 反正到最后不会有任何人需要负责 因为只要你做的事情 在现有的游戏规则和框架之内 你做的再烂 也不会有任何人可以找你的麻烦 当小布什还在任的时候 就在2005年 卡特里纳飓风席卷了很多美国的城市 受灾最严重的应该就是新奥尔良市 因为它的这个防洪堤被摧毁了 几乎整座城市都被泡进了水里 对我知道面对这种灾难 不管哪个国家都会显得非常的无力 只要能够抓紧时间去抢救伤者 减少伤亡 我觉得都是合格的 但是在灾难发生之后 布什政府荒腔走板的救灾行动 缓慢而且无效 当时总统任命的联邦应急署的这个署长 叫做迈克尔布朗 就是由他来负责全面的救灾工作 您各位知道这哥们上一份工作是做什么的吗 他是一个工会委员 您可能觉得勉强可以接受 没有那么糟 但是如果我告诉您 他是国际阿拉伯马匹协会的工会委员呢 一个高端赛马会所的工会委员 这哥们管理过的马可能比人还要多 你派这么一个人坐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去救灾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这个人会坐在这个位置上 这到底是上帝的旨意还是体制的问题 美国不可能有体制的问题 那么上帝这个锅他也不背 那么一定就是没有问题 就在卡特里纳飓风开始摧残美国的第一天 这哥们给另外一个飞骂 也就是联邦应急署的一个官员发了一份邮件 他在那份邮件里问那个官员说 我现在可以辞职吗 我可以回家吗 然后又过了几天 这哥们给另外一个他的朋友又发了一封邮件 他说我有麻烦了 快来救我 差不多有两千名美国人在这场灾难中丧身 这哥们面对媒体的声讨的时候 把责任全部都推给了州长 还有一些地方的官员 他说如果你州长有足够的资源 有足够的警力 去把穷人老人残疾人 全部提前撤走 不就不会死人了吗 你们现在凭什么来怪我啊 哇 说的好有道理啊 我估计州长都想掐死他 老子要能做到叫你来干嘛 于是这哥们不出所料的丢了饭碗 但是精彩的部分才刚刚开始 从菲马离开之后 他又陆续任职了几家公司 担任的也都是比较重要的职务 一家叫做Inferx的公司 这家公司跟菲马有长期的合作关系 之后他还去了几家棉花公司 这里面的学问就更大了 这些棉花公司主要经营的项目就是救灾 帮灾民做衣服做被子之类的东西 同样跟菲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哥们现在差不多也就可以退休了 出出书然后当一当主播 小日子过的不要太滋润 至于死了的那差不多两千人 对不起我已经尽力了 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 只要不违法只要遵守游戏规则 你无能归无能 死人归死人 官员也会照样的安然无恙 尽享荣华富贵 您以为这次死的人多就会有什么不同吗 我向您保证不会有任何的不同 以上我说的这些内容 美国各大媒体均有报道过 而且这个人的生平 您在维基百科也可以找得到 我没有夹杂一丝一毫的死祸 就在4月4日 我准时守在电脑前 与我的同胞们一起 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而牺牲的医务工作者 还有普通人默哀 看着网络上各种版本的定体问 我心里真的是有一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 根据《柳月刀》这本权威医学期刊的排名 中国的医疗资源在世界上排名仅仅位于48位 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些排名远高于中国的西方国家 比方说位列三甲的荷兰 名列前十的意大利 在人口密度与人口总数 都远低于中国的情况之下 却没能像中国一样 在两三个月之内就控制住疫情 反而是大面积的失控 我知道之前有很多的朋友 把这份排名当作笑话来看 但是我现在看这份排名的时候 真的是觉得心头一酸 比方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在美国 每十万人拥有的医务人员的数量 是中国的好几倍 而纽约这样的中心城市 可以把这个差距拉大到十几倍 这份排名他描述的就是客观事实 就是客观的差距 但是我们的大夫护士 却做到了他们西方同行远做不到的事情 第48名的实力 与超越第一名的成绩 这中间其实有一条巨大的鸿沟 在4月4日那一天 说实话 我除了悲痛还是悲痛 本来想录一点什么东西 但是到最后 看完央视的直播 搞得自己老泪纵横 也说不出话了 最后就算了 最近这几个月 我有幸结识了许多的武汉人 他们跟我分享了他们的故事 分享了他们的喜怒哀乐 武汉人真的是不容易啊 中国也真的是不容易啊 其他那些话呢 我也懒得说了 其实我只是想让大家记住他们 那些活着的还有死了的 在我们这个国家遭难的时候 有这么一群人用自己填平了那一道鸿沟 当我低下头闭上眼睛的时候 我仿佛就能看到他们每一个人 那些鲜活的勇敢的 惶恐的欢笑的无力的 还有悲伤的 每一条鲜活的生命 仿佛就在我的脚下 我除了感恩 缅怀 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说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说什么 呃 呃 哈哈哈 嗯 呃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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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